大家好,我是安华 今天我们来画一只异形 异形大家都了解吗? 不了解没关系 下面我们看一个短片 看见了吗? 那个张牙舞爪黑不溜秋的东西 就是异形 它是异形系列电影里的一种外星生物 异形系列的电影 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系列之一 首集异形在1979年上映 由雷德利·斯德克指导 之后又推出了三部续集 在1986年异形2 1992年异形3 1997年异形4 异准 后来雷德利·斯德克还指导了异形的甜传系列 分别是12年的普罗米修斯 和17年的异形契约 除电影外 该系列还附带推出了不少相关的电子游戏和小说 异形的电影在欧美国家几乎影响了一代人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其独有的世界观 今天我们先不讨论电影本身 我们来聊一聊异形这种生物 我第一次接触异形 记得应该是在上小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 看电影还得靠光盘 放假没事的时候 都会去家附近出租光盘的店里看一看 那个时候影像店都会将光盘的包装落在一起 想看什么可以自己随意挑 那个时候 一张一张的翻光盘的感觉 就像女人逛街扫货一样 那叫个乐此不疲 异形就是这样被我发现的 当时年纪太小 电影本身对我没有多大触动 倒是异形的形象让我印象深刻 童年小孩子幻想当中都有可怕的东西 当时异形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就是恐怖该有的样子 它并没有看上去十分分立的牙齿 前门牙其实和我们人类是一样的 也没有凶恶发光的眼睛 甚至从外观上看不出来眼睛在哪里 面部到头部 是一整块半透明的物质遮盖着 就是这层神秘和不确定 比单纯露出一双凶恶的眼睛更有味道 还有背后的气管和身上类似机械结构的条纹 这些赛博朋克元素的混搭 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说异形是一件艺术品也毫不为过 而且异形的设计者汉斯·鲁道夫·吉格尔 就是一位艺术家 他是瑞士知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 雕塑家以及设计师 他设计了电影《异形》中的异形形象 因此赢得了第2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视觉效果奖 吉格尔是一位科学爱好者 并且沉迷于奇幻和神秘学 他其他的一些艺术作品和异形的感觉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异形身上的元素在吉格尔设计的酒吧和吉他上都能找到一些影子 所以任何看似合理的成功背后都不是偶然 肯定少不了专业的积累和指导 偶然的成功换不来经典 经典的背后必定是有过人之处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关注 分享 点赞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咱们下次再见